剛才翻開貨 發現原來有一隻春彩 這隻其實種水都OK的 顏色也很明顯 有綠有紫 名符其實的春彩 他也帶一點點 這些 一點點灑金 但也不多 當然如果多一點我又覺得漂亮 當然有些人就不喜歡 見仁見智 這些如果多一點就漂亮 就是我認為 這些是玉石裏面的其他礦物 內含物 就不是瑕疵 這隻的亮點當然就是春彩 唯一美中不足 就有一條麵線 這條不是刮手的 不是裂來的 你怎麼摸怎麼擦都不是裂來的 它純粹麵線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蒸體 剛剛在那個位 就聚了一堆 那你在這個角度 燈光射下去 它就顯得那裏 零零射射 跟旁邊的色 不同了 你看看就好像一條線 它又不是裂來的 完全不是裂來的 是面線 在那些蒸體 剛好 這條線上面的蒸體 密度 跟其他外面的是不同的 這些是學地理的 地質學的 它就會懂的 因為 天然的石頭 不會漸漸一樣的 不會漸漸的 密度都均勻的 當然是有些 高一點 有些低一點的 即是說密度 你說它是不是 美中不足呢 也有一點點的 當然我們玩肉的希望 就沒有這些 就會好一點 有些人看見 這隻是不是裂的 其實不是裂的 天然玉石 其實多少都有 我們追求 就是越少越好 這裏 這裏是一個亮點 是有 陽綠色 脆綠色 這裏綠 另一邊是帶紫的 這一邊 其實紫的部分也挺多 綠的也不少 這裏最綠的 這一片都是綠色 接下來是紫 紫和綠都挺分明的 都不錯 圈口55.2 即是唐寸1.46 1.47左右 便宜的 這隻是抵玩 真是抵玩 這隻是我們以前買下的舊貨 原來 收起來了很久 剛剛炒出來 原來也有些好東西 好嗎? 這隻是抵玩